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终于如愿拜师成功 成为郭德纲的徒弟 除了相声版 他的跨界舞台也十分出彩 年轻的他初入相声节如一张白纸 走红后收获的不仅仅是粉丝的喜爱 也面对着满屏的争议 还在上升期的他有怎样的幸运时刻 一路追梦他又付出了哪些不为人知的努力 本期节目即将呈现 欢迎大家收看由三星Z4II 5G折递屏手机冠名播出的 《追梦人之开河人生》 我是沈涛 大家好 我是长庚 今天节目一开始啊 我们先来考一下长庚 用几个关键词 形容一下今天这期节目的这个嘉宾 跟我们一样年轻 符合他 嗯 符合他 还有什么 还有就是可以用一个台笔锯 茶碗长桌椅 瓜子花生米 吃火 形容他的工作环境 非常贴切 就是这个人了 你不是应该去找他了吗 我管他 哈哈哈哈 你放弃他了 他在他在 他在这 看看 你别说还挺漂亮的 这你们从从哪找到我照片啊 这样就显得我很沧桑 你们不知道吗 那时候我多年轻 细皮嫩肉的 我觉得有意义一些了 去年年底12月31号 我正式败事 你们是不知道我当时有多紧张 看看后面那五个人 你是乐的 师傅你乐真好看 涛哥 涛哥 我来了 涛哥 你玩吧 来个银呗 Lonely I'm still lonely 我是做哪个男人 我要做了 有点烫 别排了 小哥 主持人 好个人呢 漂亮 不知道 沈老师 你要不来 自己采访自己了 来吧 好嘞 你好 金小姐 我是这个 追猛人之开河人生的主持人 我是沈涛老师 自己叫自己老师 这可爱心 沈涛老师 你好你好你好 涛哥 那个我我是秦小贤 你怎么又迟到了 迟到我们这可罚钱啊 迟到这个事儿吧 我哥他有体会了 老秦会经常迟到吗 经常迟到 经常迟到 大概迟到个十几二十分钟差不多 你们迟到扣钱吗 会扣 那可能就每天交完钱就走 好 老秦啊 你看看那个 你桌上有一小盒子 你看到没 看到了 你打开 这里边有那个绕口粒 今天的第一个挑战 十五秒钟 把绕口粒念完 长庚会在这儿给你计时 并且喊开始 不好不好吧这样 我来的第一 第一个关就这样吗 对我们节目就是这么硬气 来 马上用三星的tab 来为老秦计时 三 二 一 开始 八百标兵奔北坡 泡兵并排嘴边跑 标兵怕把标兵碰 标兵怕碰 跑兵不跑 八了百标兵的奔了北的坡 泡兵的并排嘴边跑 泡兵的怕了 泡兵的怕了把标兵的碰 标兵的怕了碰了 泡兵的怕了碰了 泡兵的怕了碰了 泡兵的怕了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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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句 是泡兵怕把标兵碰 不是标兵怕把标兵碰 重来 可以看回放 泡兵并排北边跑 标兵怕把标兵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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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来 八百标兵奔北坡 泡兵撇撇撇撇撇撇撇 八百标兵奔北坡 十六秒三八 超时 他没有太大的动力 再错一次罚钱吧 来 准备 再错一次罚钱吧 再错一次罚钱吧 三二一 开始 八百标兵奔北坡 泡兵并排北边跑 泡兵怕把标兵碰 标兵怕碰泡兵炮 拔了百标兵的奔了北的坡 泡兵的并排的北的边的跑 泡兵的怕的把标兵的碰 标兵的碰 标兵的怕的碰的泡的 十四秒九二啊 你控制的非常精准 算你勉强过关了 等着吧我来找你啊 好爹好爹 接着主持啊你 好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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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这样 不能这样 你把那个给我 这咋了吗 三星贼佛特5G折叠屏手机 它的位置在那儿 好呢 好了 瞎哪 是我的错 好吧 这才对啊 来吧 坐好 刚刚呢 因为忙着跟老秦交流 都还没来得及介绍一下 我们第二现场的四位观察员 现在来认识一下 大家好 我是得音社的演员 尚小菊 今天啊我带来一个终极的难题 我想已经一定过不去我这关 等着吧 大家好 我是得音社的相声演员 我是刘晓婷 我是老秦的同事 今天来我就是要爆料他 等着我的 我是曲域评论人 我叫周宝林 老秦 你只要张嘴我就敢评 所以你要小心 我叫黄长瑶 是来自北京师范大学相声协会的 我也是一个白月光 也就是大家所知的 怼老秦怼得最狠的那群人 今天我布置的这个任务 你肯定完不成 那我问一下两位 第三位谁先入社 我最早 他最大 他其次 他最好 然后你们就是 看着他慢慢长大 嗯 但没有那么大四位看 哎宝林老师 您自己也是有研究相声 也上台说吗 我一直喜欢相声研究相声 自己也票过几段 但是很少 都是年轻的时候 您现在也挺年轻的 对 对 也只能这么说吧 哈哈哈哈 人家给你留个话口 接得挺快 这就捧干了 欢迎大家收看 由三星Z4II5G折得屏手机 冠名播出的追梦人之开河人生 这期我们请到节目现场的追梦人 是来自于德云社的相声演员秦肖贤 欢迎他老秦 欢迎老秦 欢迎老秦 大家好 老秦 我有一个问题 为什么大家叫你老秦 在刚开始回到多云社演出的时候 那会还跟粉丝还聊天 每天聊还还聊 他们说如果有一天 你老了我们叫你什么呀 那当时他们说 就要不叫你老头吧 我别呀我 我才多大你就叫老头 那就叫你老秦了 自打那以后就算交开 也就你现在年轻 你听着这个不过分 要谁叫我老沈 我跟你说 我咬他你信不信 老沈 笑不好 笑不好 知道你今天为什么 就是让你现在的自己主持了一番吗 不知道啊 因为我看往期人家都 上来都有主持人 为什么 为啥就我这没有 特殊待遇 就是让你充分感受一下 等待 是多么的空虚 老迟到对不对 确实爱迟到 你们那迟到真是罚钱 真罚钱 够罚吗工资 不够呀 那会儿其实刚演出 没有没有钱呢 钱很少的 那怎么办呢 就是跟队长奢着 再等等呗 下个月发工资就给你 后来 这罚钱其实 也就大家 不太上心 后来队长改了 如果再迟到的话 就直接停演一个月 这个就罚得厉害了 我就不迟到了 我们这个节目你看过吗 因为和别的访谈节目不太一样 咱们这个节目是一个闯关类的访谈节目 是闯关类的 那可能我理解错了 你理解的是 访谈类吗 访谈类的闯关节目 可以 都一样 可以 一共有四个空间 完了有三个空间是需要你闯关完成才可以进入的 so easy 一两个就没 观察员可都看着吗 观察员 观察员 观察吧 好好观察 好好观察 看到这 扇子没有 看到了我刚刚一来就看到了 什么意思 每把扇子里的内容和你人生的成长轨迹 其实是有密不可分的关系的 哦 了解一下 感受一下 从第一把开始 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老秦的成长的这个历程 好不好 来第一把你自己打开 好 先来这个 什么呀 打灯迷 这打灯迷是我们这个一个节目 其实初学的时候都会学这个节目 我当 入门的吗这个 对对对 聪明的人 嗯 头发都少 知道吧 那叫什么呢 那叫 嗯 那叫什么聪明脑袋不长毛吗 是啊你不一样了 怎么了 不长眉毛 觉得很多基本功啊 其实在这个节目里都能呈现出来 慢慢能历练 卡灯迷其实是一个 我觉得在传统现场当中 最与时俱进的一个作品 嗯 就是你甭管什么时代 什么时期 什么演员 其实都可以往里放最新的 热点的 热点的东西 它迅速的其实就可以抓住观众 嗯 你是什么时候打算就是我决定了 我要开始学相声这个事 开始学相声 其实是家里让我学的 怎么回事 因为我小的时候特别内心 嗯 不爱说话 啊 尤其是一对一的时候 我妈就说这样不行 嗯 那 你学表演吧 嗯 然后说那我给你报 报考一个学校吧 然后我当时就认为我学的是影视表演 啊 哪个学校 维系 一听确实是 跟影视表演相关啊 嗯 因为主要是他没告诉我全程 全程是 北京 戏曲艺术职业学院 哦跟演戏没上 一点关系都没有 哈哈 所以他当时就告诉我北戏 在面试的前一天我妈告诉我 啊 嗯 我给你报的是相声啊 嗯 哇 其实就是情甜霹雳 嗯 因为对相声不了解 其实我不是不热爱 就是不懂 那面是面什么呀 那你告诉我 我准备点什么吧 嗯 然后我准备了一个 让我准备了一个绕口令 扒勒边成兵了ên了扒 所以你发现没有 我们节目的设置是非常用心的 这个也算是绕口令的 这个入门的一个东西 然后我听说就是你在 就是进这个班之前 整个的求学过程 也是属于比较漂泊的那个状态 是这样的 我还是挺喜欢我妈 最后给我选择的这条路吧 你爸不给你一些成长的一些建议吗 他的想法比较 比较传统化一些 就希望就是自成副业 然后我不想 我要自己 跟我自己想干的事情 然后你毕业了之后 就开始进入德云社 进一步的去学习 对 学习一年 实习一年 然后正式进入德云社 接下来我们就该到第二把扇子 我们来看看第二个是 你拿第二把 啥呀 黄鹤楼 黄鹤楼是我一个 特别爱演的节目 这个节目为什么我喜欢演 因为它这个节目 呈现的东西特别多 里面包含了很多向上技巧在里边 我交给你啊 主公山花心不说 唱 你唱 主公山花心不说 唱 你唱 你可能会更深入能够了解向上的技巧吧 所以爱演的 其实在传统的向上当中它叫腿子活 对 什么叫腿子活 其实就是它在整个向上表演过程当中要表演一段戏曲当中的一个片段 里面的侠仪两个捧和斗分包感觉 一个人或者是多个角色 然后来完成这一个过程 那这个过程其实我们就能听出来它其实要求挺高的 到德云社该学点什么呢和学校里学的一样吗 不一样 你会接触到观众 观众给你的反应跟你学的是学不来的 第一次上小剧场的时候状态是怎么样的 吓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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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紧张 那天观众还特别多 下面就看着两个人在台上说话 没有任何灯光效果 就是说话 刚唠嗑这种感觉 你真的就是你不知道说什么 张不开嘴 然后你越怕的时候就越错 你错了 你不知道怎么圆回来 就很紧张 它是不是经常忘词我感觉 也不是 其实这个真真假假 其实有的忘词就设计好的 信吗 不行 你们那拨就是班里来的同学们 全都留在德云社 全坚持下来了吗 没有 一半 十二个人留了六个 然后你中间好像也是离开过一年 我也没有一直坚持着 对 我十八岁的时候 我走的 是因为我十八了 我父亲就强制性让我回家 说你不能再干这个 你现在每天就待在你父亲身边 就学做生意吗 对 我回去以后我就天天在我爸身边呆着 整整一年 一坐坐一天 一坐坐一天 然后他出一谈事了 他也不让我跟着 你就在这待着就行 我就不行了 我待不了了 当时给自己的选择就是我要回德云社 等我再回来的时候 我当时学的所有的相声的那种概念全忘了 我当时教我那个老师让我 抱墓 每天抱墓 我是本场节目的主持人 德云社的相声演员秦肖贤 首先请您欣赏相声学牙语本者张九霖 王九龙 突然有一天 孟和他 孟哥就跟我说你想进队吗 又我又重新进的队 嗯 开始找状态 开始慢慢演 这就三年前的事情 嗯 然后现在的老秦可跟三年前完全不一样 就 还好吧 啊 还好吧 想笑就笑吗 哈哈哈哈 能收敛点 所以老秦在私下里是一个 挑动气氛的那个人吗 咱们出去玩啊 那组这一下呀 比如说玩个密室玩什么的 比如说大伙聊天这种人 他是组织者 哎组组织者 他组的局都好玩吗 嗯 不错 哈哈哈哈 哦你不花钱 有什么好玩不好玩的呀 哈哈哈哈 叫就去了 哈哈哈哈 千尔大爷跟我说的 嗯 你这孩子呀 没等学会呢 你就火了 你怎么解读这句话 我觉得他想给我表达的是 千万不要让我 迷失在 我现在很火 嗯 就迷失在这里了 我觉得作为我们 现场演员来说 不学习 就会被时代抛弃吧 嗯 其实我觉得你人生最重要的一点啊 就是有了一个好师傅 对 对不对 我们来看看 第三把扇子的 上面写了什么 你看 大宝标 大宝标是什么呢 这是一个 极其展现一个像是演员功底的一个节目 我们老爷子 就是练武术的 江湖之上赫赫扬鸣 讲究高来高去了不起的英雄 一扫听他没有多认识的 有能耐 草上飞 这个节目也能少 因为比较难 他难在哪啊 他难的 我觉得主要是两个演员的配合 就真的是 一句一句的咬在一起 如果来说节奏断的话 整体的感觉就会变 而且吃基本功 吃基本功 动不动它就会有大段的态存 全是这些 它是有一定的知识量存在 嗯 就是文帕文章会 舞帕大宝标 其实在这个 以前的时候 真的是如果不会这两段 你就拿不了整工资 那时候叫份钱对吧 你拿不了整份 嗯 他就是一个 怎么说呢 标志性的 一个一个标杆在那 有江湖老大的地位了 已经他已经有这个地位 有个标杆式的了 这个就是 我想学的东西 怎么个意思 是你还没拿下来它 我当然还没有拿下来的 你听过说这个大宝标 最好的人是谁 大家熟知的有一版是 高老师 高峰 跟孙老师 孙岳 对 那一场听着特别舒服 你觉得他们说的是最好的 对对对 但据我了解 你师傅和千大爷也说过 对 是 我还没来得及说到 那是吧 对 我们先说一下 大家可能看过的 然后再说一下我师傅 我师傅的大家都还没看过 我从来不是夸我师傅 因为我知道我师傅很好 哎呦 真是 你们俩风格挺像的 真的 很像很像很像 没有好人 老八坑跟我们跳 你是哪年拜的师啊 去年年尾 十二月三十一 一生师父 一世师父 所以 好好地 把这个相声 发扬光大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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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知你能拜师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这就是我那天正演出呢 在南京 正备场 突然来了一条 来了一条微信 我说 那你做过准备 十二月三十一号 你们要拜师了 当时我搭档就跟我说 你稍微稳点 收着点 就你别 你有点太亢奋了 现在有点 我知道你兴奋 当时我跟我搭档说 就跟他说了 那没有 那没有 那是说了几百人 身边人嘛 你们拜师的仪式 是不是会很隆重 对 饮食 宝食 带食 饮宝袋是什么意思 饮是带你 引你进门的这个师傅 饮食 宝食 就是 师傅不管你他他也可以 担保人 对 带食就是 他可以代替师傅教你 教你能买 饮宝袋 饮宝袋 之前郭老师会教你们吗 我们这批 萧子科的 嗯 我我属于来的真的特别早了 然后 我刚刚说啥来着 哦 怎么给自己聊断片了呢 这怎么 这就 师傅教你多吗 对 师傅教我多吗 对 师傅 更多 哈哈哈哈 行不行 嗯 啊 谁是 但我们萧子科这批 其实师傅跟我们接触 是最少的 嗯 我们给完字了之后 师傅就开始特别的嘛 嗯 每天都不在 都不在家 嗯 也见不到 也是可能我们真的是害怕 我师傅 他不爱表达 你做错了 不说 你做好了 也不说 所以你有的时候 你不明白师傅到底啥 什么个状态 我们都是在猜 有的时候感觉师傅一个表情不对了 我们就就就这帮徒弟就不行了 就完了 这师傅完了 急了 这就准是急了 其实师傅没什么 你们的团宗 记得有个很深刻是郭老师 让他背一个莽撞人 嗯嗯 当时他就有点发抖了 嗯嗯对不对 那那是演的还是真的 嗯 那真的是这样 哈哈哈哈 你怎么看待大家对你的一些称呼 有人说就是个网红 对自己看到吗 其实第一回听到的时候 呈现出来就是 傻傻的乐 嗯 但其实内心 挺难受的 嗯 我那会儿特别反感这个词 在我这儿我可能就不觉得它 对于我来说是个好事 嗯 我要怎么把这个 标签撕掉 最后认下来了 怎么就认了呢 为什么认 那么反感 就是我知道 这句话 他说的对 所以你不介意人家直面说你很多缺点 不足 我知道我哪儿不好 我不能逃避吧 毕竟 网络还是挺放大镜的 哈哈哈哈给你看的还是挺偷的 嗯 如果说哈 在微博上 你看到自己的热搜 你最希望看到一个怎么样的热搜出现 我现在上热搜我害怕 比如说我跟我之前搭档 网上会有很多人说 是因为齐小杰火了 我把我的搭档抛弃了 其实并不是 就是我们俩做的协商 他86年呢 97年呢 嗯 我就跟他说 哥 是这样的 如果现在我去拍戏 我走仨月 你能不演出吗 嗯 我不行 我要不演出 我得挣钱养家呀 其实说说这句话我也挺难受的 我说那咱们俩 你先找搭档 他也知道我的未来的路要怎么走 他也知道 他可能以后 帮不上我 我们俩就这么和平 分开 一辆列车上的人 但终点不一样 对 三把扇子咱聊完了 接下来第二现场 四位观察员 每人给你出道题 你必须按照他们的要求 完成相关表演 直到 你的表演 让他们四个人都满意 才算闯关成功 但凡有一个不满意 今天收工 再进步 哎呦我的天 现在才感受到闯关 这个这两个字的意义 这是真的啊 我觉得他们是对我很仁慈的 那不一定不一定 我们的观察员已经准备好了 来看一下他们都会出哪些难题 请量题板 唱歌 创舞 灌口 单手俯卧撑啊 天哪你 你最近不是在健身吗 一直在秀自己的肌肉 标高音 为什么写一拼音 因为什么 因为怕老秦看不懂 不是我不会写啊 因为他是低音泡嘛 所以说那让他标 标高音 他现在我就把四位观察员的要求 编辑好发给涛哥 好了 一个一个说吧好不好 第一个唱歌 并且得标高音 谁要标高音啊 来吧先来吧 一个一个来呗 不知道哪个高音 青藏高原 一般都唱这个 那 是一条 哇他这高音可高 太高了吗 那是一条神奇的天 这是天路吧 哈哈哈哈 阿拉索 那就是青藏 高原 这一看就是从 从高原上掉下去了 哈哈哈 这么晚听这个还挺甚的 哇 第二题 现场跳舞 这样我这个三星 Z425G折递屏手机 刚好是有音乐的 我就给你播音乐 你就跟着这个音乐切换的节奏 随机起舞 走起 换了 螃蟹舞他会 注意表情 眼神 动作再热辣一些 哈哈哈 这太突然了这演员 这就是你想要看的舞蹈 差不多吧 有空看看别的吧 是 看看第三个要完成的是什么啊 来一段灌口 这个行了吧 嗯 来一段 夸住宅吧 要说您家那住宅 真是远瞧雾气招招 进瞧瓦窑四少 跟那一块整砖抠的似的 门口有门口 四 四颗门槐 四颗门槐 哎呀看 哎呀 这个就设计好的 这个 这个设计好的 看得出来 嗯 有上马石下马石 双马的庄子 对过是磨砖对缝的八字影位 上面有个广量大门上有电灯 没什么舞力 想象他们家主宅什么样 对对对 他有画面 吕屏风撒金星 四个红豆芳 手放下来 西块是茅芳带厨房 东块是茅芳带厨房 这还可以 好 两个事 可以 还有第四关 现场 单手俯卧撑完成十五个 我宣布我挑战失败 哈哈哈 不可能 他差不多五个 你没想 我觉得他能做一个 有练哦 哎呀 还是左手哦 哎呀厉害 哎呀 哈哈 哈哈哈哈 哎呀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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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行 这你满意吗 这都没做呀 哈哈哈 这你满意吗 那就是挑战失败 对 好吧 那我们来连线一下啊 嗯 哎呦呦呦呦呦呦呦 来了 怎么样唱歌 有两位把大拇指抄下来 就是不过呗 然后还有哪个是没给过呀 还有个就唱歌都没给他过 啊 确实死罢了 老秦 挑战 失败 我们打车回家 要 咱们撤了 你们走吧 我们都站起来都走了呀 第二关他是收了 第二关他是收了 那我们这玩啥呢 挂了 我认识 哈哈 今天好早 今天好早 哎哎 再玩玩玩 再聊 再聊会儿 再聊 一天 不不不不 咱们再聊会儿 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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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哈哈 别呀 哎别啊 那我也走了 你别走啊 咱们聊一会儿 给一次机会 什么机会 好不好 那大哥你走得太远了 大哥 让大哥脚架扛出肩里地了 再试一下吧 导演 再试一下 何必呢 不是最少是你没有给我挖回的余地 你知道吗 这表演承诺一下 要啥余地 你得给观众留余地了吗 给互相退一步 好过天空 那我再打个电话过去 对对对对 哈哈哈哈 哎 赵哥 涛哥我们已经在车上了 不是 我们先下了 哈哈哈 我们我们拼了一辆车 我们在车上了已经 打车前他能报吗 能报的话 我帮你问一下 起步价吗 现在吗 算也算是 这哪是起步价呀 起步价我能 起步价真留不住人 我也不瞒你说 起步价我能接受翻一倍行吗 二三十块钱呗 对对对对对 你你再加点五十 你再加点五十 我有点心动了 有点心动了 有一点 咱们取个说四十五吧行吗 泡泡整一百块钱 这样凑个整数一千块钱 哎呀呀 高过一百的吧 不对不对不对 五十就蹦到一百 一百就开始一千 这样这样这样 老秦请客吃一顿烤鸭子 行不行 烤鸭可以是不是 行啊 可以 管够啊 管够 行了那再来一次机会 怎么怎么的 再唱一遍吗 还是 表演个别的才艺 弹个琴 弹个琴 你们也不管节目组 现场有没有琴 你们就要求弹个琴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自己打着表呢 快快快 着急 来吧我们上个琴给老秦啊 呃我弹一个 小的时候特别爱弹的一个曲子 这好久不见 谢谢 好 啊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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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吧 嗯 我觉得冲母组这个可以给他 挺认真的嗯 沈涛老师表现真的好 哈哈 哎呦我的妈哎 快看完还行还行 过不过的这都看命了好 我觉得他们会同意 好来怎么样怎么样这个才艺算过吗 这个才艺应该算过 应该应该算是过了 可以过了对不对 可以过了 就是一看就是相声演员 弹的这个钢琴很有喜剧特色 说停就停 哎呦太难了 闯关终于成功了 好了各位马上进入我们的下一空间 追梦 你看这啊转转折折的 说人生啊都有很多的这个 转折点对 你的转折点是什么 其实我最最大的转折点 就是18岁的时候啊 自己做出的这个选择 继续说下 不做生意 对 如果现在想想 如果那个时候不选择 可能我也不知道现在在干嘛 上去 做生意啊 做生意没戏 我没有这个头呢 哈哈哈哈 做生意没有这个 本来如果你一直做生意 你极有可能成为德云社的股东 现在成为了德云社的演员 呦还真是啊 我别琢磨这事了 不琢磨这事 不琢磨这事 那是影像馆啊 好 欢迎大家继续收看 由三星 Z425G折叠屏手机冠名播出的 《追梦人之开河人生》 现在老琴来到了我们的这个追梦影像馆啊 最近也是接触了一些大屏幕 对 第一次 带进不 很感觉不一样 你有看过自己大屏幕上的一些作品吗 还没呢 还没 还很期待 自己就是很期待的状态 就今天先当自己的首秀看一看好不好 好 特意为你准备了一段影片 哦 准备我的 只属于你一个人呢 哎呦 早知道我把我妈什么我二姨啊 都叫了 早知道我闻口卖票 对对对 我过来看看 来我们看看老琴的专属 老琴在小剧场 哎是个男的这个 学什么呀 学好多了 我现在都学什么呀 学一些 语言 地方方言 哦 就走回 是吗 咱们这个节目是叫学外语者啊 我也不知道 你大哥已经起身了 你叫我 你给我坐去 撒开 给我撒开 姓张名飞 子已得万古六方 莽撞人 好 你最近在小剧场演过吗 最近演过 因为其实很多观众特别希望我还能回到小园子 因为看到我刚开始还在小园子演出的样子 我也希望能满足我每一个观众的要求 然后就回小园子演出了 其实小剧场的感觉真的会 比如说你和演大场子完全不一样 不一样 第一特别近 对对 你能看到他们有没有笑 对 你能听到他们是不是因为你说的无聊在聊天了 对 看手机了 就是那个那个感觉包括他们给你任何回馈 你是第一时间接收到的 太真实了 所以爱在小剧场演出 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可能大剧场你不能照顾的那么全面 但是在小剧场的时候你可以历练到 哎 我在小剧场有这这三百人 我拿捏的瓷子 我可以拿捏住他 我这会儿想让他们安静的听我说话的时候 他们可以安静的 想让他们乐 想让他们起哄 想让他们闹 这个时候你在 这段期间训练出来了以后 你到了大剧场 你可能 再练一场到两场 就没有问题 老秦 我还在 就这位姐姐啊 来三家 就在这一个位置啊 跟个大鹅啊 大鹅一样 你看你已经放在这 乐童俩下 你偏偷偷 鹅姐真是连着看了三天 真的 其实观众会说到 这个鹅姐很搅和这个 很干扰这个演员在台上演出的节奏 其实对于我来说 干扰 对 其实对于我来说 我挺感谢这个人的 走走 因为那会儿 其实在小园子有名气吗 还算有点 但是我的同学不认识 是怎么知道的 就是因为鹅姐 那天开始 所有人都会给我发微信 我看那鹅姐太可乐了 都是说的鹅姐的事 没人夸你啊 没有没有 就是鹅姐乐得非常好 秦小贤说也不怎么 还是不怎么样 还是不怎么样 其实也是因为让我 因为鹅姐我 然后更多的人是知道我的 我也听谢谢这个人的 有鞋废了 我第一排的观众 你受得了这个脚味吗 我治好了三十年的毕业 我的傻都是跟你学的 知道吧 这玩意还传染吗 我记得是遗传的 你怎么能占我便宜呢 我的傻 是遗传的 他不赖我 赖我 因为大家都叫你那个傻琴啊 经常有这样的称呼 对 这这是 你自己给自己的一个 现在的人设吗 还是怎么样 就是一直在这个状态当中 你看就是 那写的是意外 意外老秦的人设 其实都是意外 一天形成不出来一个人设 时间长了 然后慢慢的 就是老能看着我这样 就有的时候会在网上看到 他演的 怎么怎么样的 但其实我也没 无所谓 你要说我是演的 OK了 我自己知道 斜掉了 他不是说他掉就能掉的 当时后来我给自己的解释 就是可能是综艺之神附体了吧 这是个爱成 对 我挺开心的 他现在有一个网上有一个标签 就是叫什么德云 德云 德云大傻子是不是 那傻子吧 德云傻子 嗯 标签吧 标签 人设对 怎么会有个这么个人设 完全是自己努力所得 那不是他说 叫谁努力 德云傻呀 他不说吗 憨憨的感觉是吧 憨憨的感觉 很可爱 就是你有没有叫过他 傻子 那没有那机会 他一会儿有 一会儿有 贝力 好 你一会提问 你就站起来这么喊傻子啊 直接这么说着 哈哈哈哈 怎么到 到我这没人接了 哈哈 没有就觉得你这一声喊的 情真意切的 哈哈 就是毫无修饰 对 走心了 太厉害了 和你听我这一分钟 只能听着寂寞在附和 这是月价是吧 对 月价 我看了 给我 来个腰子 腰子您得等会儿了 舔到石头布 哎哎哎哎哎 哎 哼 那生活当中是一个特别爱自拍的人吗 那会儿觉得自己颜值可能才处于巅峰呢 因为你觉得细培嫩肉了 还 确实 但是现在工作起来了 现在这豆还挺多的 知道你为什么瘦吗 哈哈哈 都给他们吃了 自己不吃肉 哈哈哈 好好学艺 好好做人 别给师父师娘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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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生师父 一世师父 谢谢谢谢谢谢 哎你印象最深的还是最后拜师的那个画面 对 你老觉得你说的不好是吧 对 我到现在都觉得那天我师父特别生气 你为什么不问问他呢 现在不是可以去家里那个聊天吗 不敢问啊 那其实有很多问题你问的特别幼稚的时候 是不是不会理你的 但我觉得说的挺好的 应该不给师父师娘丢脸 对好好学艺人做人 就就就一生师父一世师父 想了一宿这句话 哈哈哈 我觉得这句话已经是我人生上当中 说的最有文化了 高光是对对对对对 接下来要进入闯关环节 哎呦我来 我之前跟你聊的是什么还记得吗 你说想让你们乐就乐 对想什么节奏就什么节奏 对捏的是死死了 对对对对不对 嗯 接下来 这关任务 给你一分钟的时间 把第二现场的观察员通通逗乐 通通逗乐 啊 我刚刚其实你们刚刚 已经录下来了 就是没有听清刚刚刚刚说的话 我说的是好演员 哈哈哈 他可以做到 但我想说一下我不是 我没有回放 我没有回放 我在小剧场里 这这三百人 我拿捏的死死死死死 我 哈哈哈 现在捏的死死死了 来来来我们连线一下第二现场啊 我们给给老秦一个展现自我的这个机会 玩也没有 玩也没有啊 玩也没有啊 哇 现天乐了哈哈哈 来电话了啊第二现场 好嘞 喂 诚哥 喂 哎我我刚跟老秦说了他的任务了啊 一分钟 要把你们观察员全部逗乐了 我们我们这儿 那个观察员听完老秦这句话都 非常善意的给了一个四个字的回复 叫做 门都没有 我以为说玩你一句吧 哈哈哈 反正他一分钟你那边喊开始好不好 准备三 二 一 计时开始 我跟你们说一个灯迷吧 猜一个小谜语 一个人 在海边讲冷笑话 他突然死掉了 问你为什么 因为海啸了 因为海啸了 不好玩吗 这确实这不是演呐 这不是演呐 这不是演呐真没有 我们一般 半年可乐的包会乐出来 除非 不好笑 不好笑 这个 三十秒了 这个确实不能演呐 一个人都没有 这个确实不能乐 真乐不了 哎呦 哎你这奴个节目啊 我觉得我跟这 你这样为什么是个坎 怎么了浙江卫视成了你这 人生最大的特战了 有了 四十五秒过去了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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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两秒好 时间到 快了 时间到了 快了 所以挑战失败了是吗 很遗憾 刚才 刚才他才拍这的时候我微笑了一下 差点乐出来 差一点 差一点 他应该再拍一下 再拍一下就 就出来了 对 咱们有点底线行不行 哈哈哈 我我我跟你说我跟你说 我我是从来不干这种打脸的事的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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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哎这个笑了这个笑了 这个笑了这个笑了 过关了啊 那 就算挑战成功吧 成功了成功了 成功了成功了 好老秦成功过关 谢谢我们第二现场的各位观察员 接下来的环节 马上会和他们面对面 有冤的抱冤 有仇的报仇 多了 但是是他们给你设题 嗯 你只能受的 啊 老秦做好准备 下一环节 出 让我们掌声欢迎秦潇 高贤沈涛 欢迎两位 老秦这几关闯得有点累啊 你等一下我先处理一下姿势啊 哈哈哈 就你吧就你 就你就我乐了就我乐了 我嘎嘎乐 真的是 气死我 特别熟 他俩都是 约哥的徒弟 是有段日子没见面了吗 你们三个人 很久啊 他最近特别忙 我们老师碰不到 对比强还会去家里 我现在去家里就上狗了 哈哈哈 没毛病 没毛病 哈哈哈 哈哈哈 那老秦也给你介绍一下啊 这位是保林老师 你好你好你好 资深的曲艺评论人 然后他对于相声啊戏曲啊 都有很深的研究 嗯 所以一会他的问题可能是会 让你最头疼的 好那你那一会就不要问了啊 哈哈哈 哈哈哈 然后这位是瑶瑶 嗯啊来自北京师范大学相声协会 哦 这属于自己弄的吗 嗯我们学校同学自己创办的 哦可以站上去我来 我给你提点问题 哈哈哈 嗯 大家自己的专业是学英语的 学英语的 嗯是 女生你们那多吗 进相设的 哦挺多的 全是女生 在哪哪呢 什么学校 哈哈哈 哈哈哈 那就准备一下开始进入 非常正式的追谋见面会的环节 好不好 好好好 欢迎老秦就位 我们谁第一位向他提问 哎呦我来吧 你来啊 你坐下来 哈哈哈哈哈哈 哪亏是你们来实话 嗯 因为要是真说师哥来了以后 我也不能拿他们怎么样 那你能拿我来怎么样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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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问题了啊 啊问问题 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 哈哈哈 发自肺腑的啊 在德云社里边 你觉得 除了郭老师以外 谁的颜值最高 好吧 你师父 啊 哎 我觉得很准确啊 是很准确 我觉得我没有难难为助他 太好猜了 太好猜了 还有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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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萧子科 你说话为什么一直说不出来 不说不说说不出来 萧子科 站起来 好 出来 萧子科 你把这个收了 萧子科 嗯 报名的有三千人 是 为什么只有你火了 是不是受到了郭老师的指点 嗯 可能我有这个运气 所以现在其实也挺害怕的 害怕自己接不住自己 就是师傅稍微抬了我一下 就剩下的就看自己 下一位是 干我了 你说你现在也算是一个网红 网红 啊 不来听不来听 这个 这个你有没有想过叫做改变现在这个成果 因为我一直在努力的尝试的改变网红这个词嘛 是 然后现在也在进行中 其实也不知道 到底会不会有一天会成功呢 其实是这样的 第二个 现在就很特别忙嘛 就不光说像还这个综艺 电影 就很多 你现在还有没有时间去研究像场 有的 你看这个扣银吧 你 其实就是能闯能闯出空来啊 我闯事就闯着 能闯出空来呢 咱们就去听一听 我们师傅跟我最大的要求就是多听 多看 多听老的段子 在里面学习一些技巧 这都是我 那会儿其实一开始学的时候 都这样学 是 还有问题吗你们俩 我们俩 差不多了 打车吧 打着赶紧走 下一位是 我先来把保林老师的问题 留到最后 可以来 瑶瑶先来 用英语问吗 不许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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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呢有说到改变吗 您现在的人设是傻子 傻子 傻子 我这句叫的好过瘾 这不是人设 就是 就是 就是也不对 你有想过要去改变这个人设吗 毕竟 你的帅比你的傻要更突出一些 我一直也没觉得自己长得帅 其实就是这个傻来说 傻子人设 也不是自己 真的是自己封出来的 我一直在澄清自己不傻 但是观众一直强的形式 让我变傻 然后慢慢地 其实迎合观众 这也是可能我存在的问题 傻子 是好吗 是好的 有标签不容易 让大家记住你 可能记不住秦潇贤 可以记住 多云车里面有个傻子 那没有关系 其实我觉得 我们 这个行业 可能就是给大家带来快乐 我觉得这是最重要 宝林老师 所以一会儿他的问题 可能是会让你最头疼的 我这个问题是比较尖锐 就是我想请你思考一下 就是自己 这段时间的表演也好 还是这一路走过来 你觉得自己是合格的相声演员 不是 因为就是 你要对不起观众 你要对得起 每一个过来买票 听你说相声的人 但是其实 在我现在的这个状态下 我真的没有做好准备 去面对 今天过来的观众 是什么样子的 很多时候其实 上台之前 还是会有一点紧张在 为什么 因为我没有准备好 我可能还在等 今天会不会有一些 临时的东西 能帮我弥补一些 我的短板在 因为我的基本功就是不扎实 所以 我还是应该去好好练习自己的基本功 让自己的基本功扎实起来 最起码是一个合格的相声演员 那你的相声之路有什么规划吗 我对自己的规划可能 先去开一个专场试一试 看看自己能不能开专场 如果专场能开 再努力地在这个专场上 你可以从 让三百人 二百人 认真地听你说话 到一千人 一万人 认真地听你说话 因为能看到 有很多我们原来的同事 在没有去过商演 刚见过更多的观众的时候 他们的演出还是会知道 有点青涩 但是只要去过一次回来以后 这个人突然就变了 但是我没有经历过 所以我想经历一次 希望早日实现 对对对 最后一个问题 好 专场的票能给大家都留一下吗 还有 我以为是个什么 总共我也挺紧张的 也没问题 好 好 黄老师还有问题吗 没了没了 那我也有个 不是问题 我有个要求 我们能不能用我手里的这台 三星Z Fold 2 5G折叠屏手机 对不起 嘴瓢了 再来一次 这也是设计 我的想法就是用我手里这一台 三星Z Fold 2 5G折叠屏手机 给大家来拍张合影 好 好 来 好 好 这个三星Z Fold 2 5G折叠屏手机 的拍照的时候呢 当我开启外屏预览功能的时候 你们在外面这个屏幕 就可以很好地调整自己的姿势 好 这样就可以及时整理 来 三二一 通过今天整期节目的这个访谈聊天啊 我们渐渐地把老秦啊 成长的脉络 清晰地呈现给了大家 我们可以感受到在他的这个 从艺的经验当中啊 有迷茫的时刻 对 也有自己去不停地挣扎和努力突破的瞬间 但是最重要的是我感受到了 你对于相声 这门传统艺术的热爱和尊重 你愿意不停地在这个领域去寻找自己的方向 有时想想啊 我们自己未来的计划和过去的初心 总是有很多重叠的地方 它们呢不断地浮现 不断地折叠 就像三星Z Fold 2 5G折叠屏手机一样 每一次的展开都会有新的感觉 那接下来呢 老秦也将进入到他的思考空间 你要去好好选择一下 你今天演讲的这个关键词 并且对演讲进行最终的构思 好 飘国 我还好 不算漂泊 幸运 每个人都是幸运 还是成长吧 对了 缺点什么呢 二十三 年少 尽力的太少 其实最在意的是未来 最重要的是成长的 大幕一开 站台前醒目一拍 听我言 追梦路上终不回 我的名叫 秦潇贤 十六岁的我 因为母亲的喜欢 而选择了相声 那时候懵懂的我 犹如一张白纸 如今二十三岁的我 已经说了七年的相声 曾经的白纸 也渐渐记录了 属于我自己的篇章 这篇文章对于 我的人生日月里来说 也许只是开篇 但我还会继续书写 很多人见到我 会说老秦你真帅 熟悉我之后 会说老秦你真傻 这些评价 我不在意 因为这些 只是我人生篇章中的 点缀词句 真正的主线故事 由我自己来出现 学习相声的初衷 看似有些轻率 但学习 了解 熟悉过后 我很庆幸 我成为那个被相声 选中的姓月儿 我通过勤学苦练 把这张刚刚开篇的白纸 慢慢填满 在小剧场的日日夜夜 与观众互动的欢声笑意 在一词一句中 积累经验 当初的少年 在历练中慢慢成长 如今的我 十分感激相声 如果没有相声 远赴他乡是我 昏昏恶恶恶是我 可能终其一生 不知梦想为何物的也是我 我知道作为相声演员 我要学的还有很多 面对质疑 我接受 但这不会影响我对相声的出现 我尚且年轻 追梦的路上我仍需努力 我希望 让自己活出自己的价值 未来 我也会继续履行 败师时的成功 好好学艺 好好做人 用毕生不遗余力的刻苦酸言 来感念诗恩 大家好 我是相声界的小学生 也是追梦人 请消息 欢迎收看由三星Z4II 5G折叠屏手机 冠名播出的 《追梦人之开合人生》 相声表演是秦潇贤的初心 七年的坚持和沉淀 也让他在这条路上 越来越成熟了 作为一个新生代的相声演员 他还跨界唱歌和表演 平衡在传统与现代之间 也许这就是他今后发展的方向 但是不管怎么样 他一直在成长 相信他的坚持和努力 能够让他有一个 可以期待的未来 下一期又会是哪位嘉宾 来分享他的追梦之路呢 让我们一起来期待 下期见 我有一个愿望 长大当个歌手 我们在第二现场有观察员 他们来打分 是 还有打分的 我们今天准备这个挑战的 比较特殊 给他一个惊喜 他刚刚有资格 有怨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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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点过来倒过去 有人会觉得好玩 好玩 有人觉得新奇 他有人会觉得说 这什么玩意儿 不知道为什么 就很容易被你的声音给带走 会被他带上去 我也给了你们一个发泄的机会 我听船铃铛 为什么你现在还那么地看重 去各个地方采风 我们当代的一些乐坛 就是缺少一些创新 然后有什么样的方式 能够改善现在的这样的一种环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